早上六点半起床上厕所 紧接着刷牙洗脸补水 见熬夜的皮肤变差了 迅速拿出珍藏的各种精华狂涂上脸 上至额头下到下巴无意疏忽 25分钟也跟随悄悄过去 眼看上班时间越来越近 若君连忙换穿工作的衣服 一想到要面对做不完的工作 就不想再去上班 在他焦虑的同时 又一个25分钟过去了 为了保持身材鲜瘦 若君每天的早餐都是卖片搭牛奶 此外还要补充一系列的保健品 这一切的完成花费若家接近一个小时 他终于迎来出门前最后一个大光化妆 从底妆到修容 从首饰到鞋子 若家都丝毫没有马虎 看着镜中叙事待发的自己 他默默加油打气 然而快要出门时家里偏偏发生意外 那墙渗水了 若君摆在一旁的名贵包包全被禁食了 随着年龄增长 若君白天面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时 焦虑感越来越强烈 而让他更焦虑的是下个月即将步入30岁 如今再加上租的房子环境不好 若君一天的不愉快瞬间被激发 出门又遇上不能动的电梯 他彻底崩溃 可为了准时上班 只能踩着高跟鞋从12楼往下走 索性疲惫一通总算能赶上公交 原以为上车后就能慢慢忘却不愉快 谁料在车上遇见曾经的经济老师 如今转行卖保险 若君最难接受的30岁又被他再次提起 出于礼貌若君没有责怪他 谁料老师趁机做起他的声音 让他提前买下退休保障基金 若君最终只能无奈接下了老师的合同书 回到公司再见女魔头领导 若君以为自己一整天都不会快乐 谁料领导突然提出要给他升职 还将自己最珍视的公司大门钥匙送给他 当知道若君升职后 玩得要好的同事纷纷凑近祝贺他 下班后闺蜜们聚会 大家也为若君的升职开心 可大家却又开始担心他的婚姻 若君却不以为然 因为他和男友恋爱多年感情都很稳定 只是看着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姐妹们 接连步入婚姻的殿堂紧接着就生儿育女 若君心里也不免有些向往 可以想到男友生活随意 家里的东西乱堆乱放 还养有一只老和他作对的宠物猫 若君要结婚的念头瞬间被打消 夜里回家房东突然找上门 若君原以为他是要来帮修圣水的墙面 却没想到他是来谈退租的事 因为他已经把房子转手卖给了一个新业主 若君必须要在三个星期内搬走 眼看是生之后工作越来越忙 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找新住的房子 加上难以接受男友的生活方式 不愿搬去和他一起住 若君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 所有的负面情绪一触即发 返回公司后发现完的要好的同事撬班 当众点名批评 见下属们在上班时间摸鱼 更是直接上前批评打断 忙于讨论工作时 被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打电话打扰 若君更是二话不说直接开骂 男友忙着收拾第二天出差的行李 若君本要来帮忙 谁料半路直接把男友家当成工作场 其实我不介意你忙 那你不用在我面前忙给我看吧 我们的项目突然要改期 我还要被人逼切 但是我男朋友没有理过我了 男友却认为是若君不接受自己的帮助 因为他早就提出让他搬来和自己住 气上心头的若君无奈解释 没办法适应男友的生活方式 男友却认为若君看不起自己 两人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眼看距离房东要求搬走的时间越来越近 若君和男友闹将不止 就连唯一能倚靠的朋友也帮不上忙 最终只能换搬进房东侄子的闲置房子 由于房东临时将房子转卖 女人被逼退租换搬新的房子 只是没想到进新房之前 要先搬着行李通过又长又抖的楼梯 外加破旧的楼道 若君瞬间就对新的房子没了好感 索性屋内的摆设员比他想象中整洁 通过点开桌上的录像带 若君很快就发现了房子的援助人黄天乐 对方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热情地给若君分享房子里的一切 而他即将要去巴黎旅游 游走偶像张国荣到过的地方 若君在收拾东西时 无意看到了天乐留下的日记 出于好奇他翻看了 他竟神奇地和天乐同年同一天出生 只是天乐和他完全不一样 没有让自己焦头烂额的工作 十年来都在一家唱片店里当销售 虽然工资不高 但工作强度低还长期稳定 更重要的是天乐喜欢的 天乐也没有鸡肋的爱情 但身边一直有默默陪伴身边 并且和自己同频的好友张汉明 他喜欢周末骑自行车到处走 张汉明永远在他左右 一起坐在公园发呆 吃小推车的经典豆花 就算只喝便利店不到两块钱的豆奶 也能快乐一整天 对于天乐来说 虽然日子普通 但是每天都很开心 于是简单的点滴 都会被他拍下照来争存 慢慢的照片被他贴满了墙面 若君渐渐被天乐对生活的 积极态度感染 然而让他试图去 以新的态度面对生活时 意外总是接踵而来 患有老年痴呆的爸爸突然摔倒住院了 因为头部撞伤严重 正紧急进行着开颅手术 然而手术中的爸爸仍旧生死未卜 若君就突然被下属打电话告知 活动邀请的模特临时变卦死活不肯上台 于是不得不匆匆赶到现场劝说 见若君为活动焦虑万分 模特更是不愿配合 给出的理由 尽是给的服装自己不喜欢 加上心情不好 他甚至让若君直接把活动取消 一想到抛下处于生死攸关的爸爸 最终非但没能办成事还得受尽侮辱 若君瞬间就被激怒 紧接着就追上模特直开骂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若君的幻想 现实中的他还是默默忍下心中的怒火 继续追上挽留下模特 索性最后让模特满意的裙子及时赶来 活动才得以正常进行 一切安排好后 若君终于可以返回医院照看爸爸 他很后悔当初多次挂断爸爸的电话 如今爸爸躺在床上无法说话 若君便试图拿起旧物件和爸爸聊天 激起父女俩曾经的回忆 那时候爸爸没有生病 周末总会和若君去吃蛋挞以及喝奶茶 一起回想着若君小时候的去事 然而此刻若君一生生对过去的留恋 爸爸再也听不到了 爸爸的离开以及添乐的生活态度 让若君有了新的想法 他决定放弃现在的工作 只是太闲的日子却让若君很不适应 愣是把房间的所有衣服都拿出来重复折叠 他慢慢学着外出买菜 眼看男友就要出差回来 若君更是亲自下厨做菜 自从争吵后两人许久不见 再见男友时若君激动地上前拥抱 原以为多日没变两人的关系会变好 却没想到一切还是和旧友的一样 和女友多日未见 男生的关注点却都只在他新家的摆制上 若君反而关心起男友的出差日常 男友似乎不太愿搭理若君 全程都是应付性的一问一答 若君希望了解男友更多详细的情况 谁料男友听后却开始不耐烦 其实你要让我说什么呢 你直接问我好了 我想听吗 你不想说也可以问我的 若君不禁想起了和男友最初在一起时的模样 只要他有需要都会默默陪伴在身边 当最忠诚的聆听者 还是有问必应的那种 每次当若君不开心时 都会想方设法让他笑起来 如今再看男友对自己爱搭不理的模样 若君深知过去再也回不去了 直觉也已经让他猜到男友态度变冷淡的原因 终于决定把埋得很深的疑问问出 你去上海这三个礼拜 有没有想过 有 我是很想 其实 你有没有去上海 男友最终只留下一句对不起就转身离开 随着近段时间的难过精力不断在脑海中浮现 若君的眼泪也止不住的往下流 深知悲痛到无力直躺在地上 在若君最难受的时候 黄天乐的日记再次出现 外表阳光开朗了他 背地里也曾有过苦恼 因为妈妈临终前都在担心他快30岁还没有办理 工作太闲也怀疑是不靠谱的 但是天乐却甘愿这样的平凡 坚信命里有时钟需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随时时事只有一个人 即便拥有再小的事他都觉得是自己的成就 相反若嘉一直以来都在追求更好的 所有东西都必须掌控在自己的手里 当先后面对父亲突然病逝 以及男友的背叛时 若嘉只觉得在走上人生阶梯时踏空了 不知该如何往下走 于是他尝试寻着重走天乐到过的地方 在感受他曾有生活方式的同时 找到重新应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在这过程中他也发现了黄天乐的秘密 原来在他迎接30岁之时 疾病也找上了他 他患上了乳腺癌 也是这场疾病的到来 让他决定逃开原有的舒适圈 独自飞去见期待已久的巴黎 而在此之前 他也鼓起勇气向一直陪在身边的朋友告白 原来只要勇敢地往前迈出一小步 新的开始也会接踵而来 朋友接受了他的示爱 两人也度过了超越朋友的美好第一次 朋友向他承诺等他旅游回来 两人就会以恋人的关系开始 30岁生日的这一天 黄天乐虽然面对着还未攻克的疾病大观 但是因为勇气 也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日落巴黎 而同一天生日的若君 通过黄天乐的故事 他对未来要走的路有了更多的勇气 于是他拿着黄天乐留下来的相机 拍下了自己30岁最美丽的微笑 寄存在天乐的照片墙上 再放下照片的一瞬间 若君仿佛正和天乐在埃菲尔铁塔下相约 再次面对那张从未见过 却让自己感到美好的脸 他终于知道冥冥之中两人的生活早已相连 若君上班时快赶不上公交 是车上的天乐帮他喊停司机才没有迟到 偶然帮朋友购买的明星签名海报时 也曾在唱片店里见过天乐 于是在错位的时空里 善良勇敢的黄天乐也能始终治愈着若君